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银霹雳的玩具 这是属于传世系列当中的大红风的这条支线 应该目前台湾的一些反斗城 或者是玩具一哥这种实体店 你可能还有机会看到它在删机的状态 我已经买了很久了 一直没有做开箱 由于最近一些新品玩具没有到 所以我都整理了一些我的玩具 我自己的Facebook上 我做了很大的一个初清 因为觉得我房间的空间确实是非常非常失景了 还有就是累积越来越多的玩具之后 确实也感觉到说 这些东西可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之类的 我可以慢慢就是 会在逐步逐步的每个月做一些断舍离 断舍离很重要 顺便给各位聊一下这个观念 其实有时候你做一些初清就是在提醒自己 哪些是重要的玩具 哪些是珍贵的玩具 因为你不会把珍贵的东西卖掉 你一定会先将可有可恶的东西给初清掉 所以在初清玩具的时候也是在告诉自己 哪些是对你来讲有意义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留下来 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 你都可以用这种观念的去做一个思考 你的生活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最近有一个叫做极简主义 我是从去年发生一些事情之后 我就已经对我的生活不停的在做一些减法 觉得一年下来自己过了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觉得自己现在过得挺好的 有机会的话再给大家多多闲聊 那我们就做这个节目也是这样 就是说就在透过分享一个玩具 顺便就夹带一些现在所谓的就一种说法 夹带个人私货 把自己一些人生的观念偷偷地夹在里头 那如果说各位有听进去 那你对你有帮助 那就很高兴能帮上你 如果你觉得我的三观跟你不一样 那你听听也好 就知道我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 毕竟这是胡福奇社的节目 我是透过变形金刚这个媒介 跟你们介绍我自己 这款引霹力啊 它是地球载具了啊 它的关节紧实度 除了膝盖这里 这边而且是这边比较松 这边还蛮紧的 其他都偏紧 特别是这个两手的二头肌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 我紧到呢 我如果不用细油的话呢 我快要转不动它 武器是一把白色的大枪 两个肩炮 这肩炮有点意思 你刚扣进去的时候 觉得它有点松 但是一旦卡进去之后呢 它就不会掉啊 这个应该是这个凸 比较细一点点 你卡进去的时候呢 觉得它有点松啊 但是插到底之后呢 它就离不开你了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也是这样的例子 头雕 我这个头雕好像有一点小瑕疵 我总觉得它脸上有点小小的一个拔痕 这个呢 我们还是要抱怨一下 这个玩具都开一个洞 它在那个大卖场啊 或者是说玩具店摆那么久啊 就肯定都会有一些问题的啊 那摇身也可以转动 脚前后侧踢都没有问题 膝盖啊 也可以弯超过90度 也有很漂亮的接地啊 船式系列的话呢 接地可以说是一个标准配置了啊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 基本的这个模具的话呢 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比起赛星的一个模具的话呢 这个地球载具的模具呢 啊 我觉得是更加的有趣 然后各位也看到了 我拔了半天拔不出来 对 它这个枪插到里头去 也是非常的紧啊 所以说这款玩具呢 整体的手感是偏紧的地方很紧 其他地方就差不多 所以啊 这也不见得是坏事了啊 那我们变形成车辆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蓝色部件跟白色部件 这里是有一个锁扣的 这里一定要记得 变成连形的时候 一定要锁紧 不锁紧的话呢 这整个胸口就会很松啊 把它给推进去之后 整个的这个部件往上面推 这个引擎盖就盖上去就好了 头部呢自然摆到这里就好 我们先给腰部做一个旋转 那么呢 我个人的习惯嘛 先把腿给变形完成 侧边这里的话呢 把它给推上去 然后呢 直接包覆过来 这边 把它的话呢 直接推到往上推到底 那这样子 往上给推到底 推到底之后 这一片部件往内折进来 就是它脚后跟 这个脚后跟也是非常的紧啊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一片本来在下面遮住这个空洞的 就把它给往上面推啊 先把大腿推到底之后 再把小腿呢 给移动过来 那移动过来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往中间做一个靠拢 靠拢 这个地方 应该是先推出来一点点 先两个 做一个小合并 再给它 扣上去啊 可能会再更好一些 好推到底了 这里两个部件把它给压进来 然后这个 它的这个脚后脚啊 我是觉得就是很紧 非常的紧 这个部件的话往前面推过来 形成一个盖板 手部的话就比较简单 直接的往内 这个轮胎是朝外的情况下转进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 要朝外 啊 待会跟门 门的内部这里有一个蓝色的 阿凡达跟黑人的一个组合 啊 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一个呢 没有办法扣紧的话 我觉得也也还好 啊不是不是很重要 但是它这个这个部件推进来 一定要记得往内把它推到底 尽量把轮胎推到准为止 推到准为止 这个头是不是要翻转180度啊 算了 我们把头转180度好了 哎 这样一来好像这个手臂会比较准一点 而且这个头不会吃灰对不对 好了 我们给它一个面子好了 把头翻转180度 啊轮胎朝外侧 放进来啊 记得这个黑色的凸朝外 好的 政治正确嘛 现在阿凡达也要跟黑人谈恋爱了 是吧 讲到这个政治正确 对不对 最近是不是一些 呃一些 就是我们印象中的一些 呃 童话故事啊 或者是一些 呃 预言故事里头的这个人种啊 就一定要把它变成黑人啊 或者是 呃 因为很漂亮 身材很好的女角 一定要把它做的丑丑的 啊 我个人觉得 到底是在 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我们既然 看了一个这个作品 我们要有代入感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 代入感是俊男美女啊 为什么现在都习惯把东西做 做丑呢 对吧 啊 只因为丑人多 所以我们就要 把人物都做丑呢 然后争取正确正确吗 啊 我相信在座的丑人 呃呃呃呃呃呃 我相信很多的丑人 也是希望自己玩到的角色是好看的嘛 对不对 我的 呵呵呵 好啦 这是一个地球载具的一个车辆 它这个蓝色很漂亮啊 其实颇有这个质感的一种蓝色 有一个前定三级的一个感觉了啊 这个弧线也很优美啊 那玻璃的部分也是透明部件 那这些外挂的武器的话呢 就自然挂上去都是扣分的 因为你已经是地球载具了啊 但是那我们还是给各位示范一下 你你不把这个孔洞补起来 它就是动回在那里 你看这个是有点松 但是扣上去之后呢 又不会掉下来啊 算是有它的啊 难得的一个车尾灯啊 是有补色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银霹雳啊 啊 基本上车型很漂亮啊 摆在桌上的话呢 啊 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风景的啊 变形也比较简单 算是船式系列啊 或者是说它应该是从围城 开始吧 就已经存在了一款模具啊 还是挺值得移入的啊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模具 这个配色 我觉得是挺漂亮的啊 而且价格现在也不贵 那就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